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泡,我是凤云 今天魅族在北京放出了新机美兰E3 5.99英寸全面屏,2160x1080分辨率 搭载高通骁龙636处理器 标拍6GB RPDDR4X双通道内存 搭配64GB或128GB机身存储 前置800万像素,后置1200万加2000万像素摄像头 类置3360毫安时的电池 同时支持全新的ColdM Charge低温快充 30分钟可充53% 新机的指纹识别继续采用了与魅兰S6相同的侧边指纹识别方案 在售价方面,6GB加64GB1799元 6GB将128GB1999元,3月31日首发 当然定制也是少不了的 魅兰E3推出了J2实定制版 采用了雷雕工序和抽象极简设计 搭配内脸纹路和微米级凹槽 还有弗莱米全套主题精致卡证,纪念卡片和保护壳 非常的帅气 此外,G20典长版还包含了一架1比60的真机模型简直是666啊 价格上限量版6GB加64GB版1999元 而典长版6GB加128GB2499元 限量2000套 4月20日预定 讲真相比小鲜肉我还是更喜欢这样的钉子啊 魅族除了发布E3手机外 还推出了之前就有爆料的熊本熊定制 好玩的是定制的不是手机而是配件 包括魅兰20寸旅行箱 魅兰可变性紧整 魅兰双向闪充移动电源 魅兰数码收纳包 魅兰冰夫眼罩 当然还有免费的定制主题 如果选择全套的熊本熊酷MA萌定制配件 售价为599元 看起来做的还不错 可以考虑来一套 如今3月已经变成了众多厂商的发布月 然而锤子并不想来凑这个热闹 今天锤子科技终于宣布 将于4月9日14点30分 在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 举行2018春季新品发布会 据悉本次发布会星期隶属于坚果系列 而非锤子星期间T3 看来本次发布会的主角应该是坚果2了 据此前的爆料 坚果2将采用全面屏设计 外观类似于小米MIX2 但底部保留了实体后面肩 竞争对手包括刚刚发布的红米诺头5 另外从面试网友爆料的 刀剑师图和职务网友的推导 锤子自2018年至少有6款新品发布 而发布会也将举办4场 那么4月过去了 5月份的发布会 我们会见到锤子T3、T3L吗 还有消息表示 本次发布会除了手机 可能还有别的产品 刘江峰就发微博称 优点科技智能锁系列新品会一同发布 5颗松的进化器非常好用 就不知道这个锁好不好用了 Uber的无人车撞死行人事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少无人驾驶汽车测试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但是苹果好像并没有 根据管理局放出的数据显示 现在有大约45辆苹果无人驾驶汽车 在加州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 数量也超越了特斯拉的39辆 和Uber的29辆测试车数量 甚至有不少民众在路上目击到了苹果无人车 而关于这项产品 苹果公司现在是一丝的消息都没有透露 这苹果汽车如果依旧保留经典小刘海设计 想必是很好玩的 苹果公司现在占研发的东西可真不少 近日美国专利局就正式公布了49项授予苹果的新专利 其中涉及到了苹果正在研发的增强现实技术 旨在创建基于AR应用程序的新方式 以便与iPhone、iPad或未来的智能眼镜配合使用 文件解释了配备摄像头的捕捉设备 在处理真实世界环境中的作用 用户可以通过特殊的眼镜看到叠加的 或者是混合的虚拟项目信息 谷歌眼镜全下有致可能会很高兴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撒码关注微姐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